哈喽,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Bella Tancid Bella Tancid是我其中一个 Channel的会员所问的股 如果你想想我问股的话呢 你可以参加我的这个Channel Member 呀,请我喝一杯咖啡就可以了 现在是12点51分是Leal Time的 呃,自从他之前我们有跟踪 那时候就讲他有这个 呃,头肩底嘛 然后最后最后的也是行也也也 实现了这个战斧满足 啊,就没有在follow up 了 现在呢,他 自从达到这个战斧满足之后呢 就开始往下掉 所以有时候形态也是蛮准的啊 尤其是预测这些股价 呃 往下掉 更是什么呢 更是Depro这个颈线啊 之前这个颈线,你看很惨 Depro了之后呢 呃,连这个MA60 也是往下了啊 往下歪 你看之前这边是 是往上的,所以他把它 这个MA20也是往上的 就把它推上去 呀,往下了的意思 就是 往下压 呀 呃,虽然他现在有这个MA20是 上上扬 你可以看到,如果那时候在这边 捞底的话,MA20它也是有个涨幅啊 当然这个MA200呢,就是他的这个 啊 主力线 MA200看到吗 全部都被挡住了 现在他又来,又来这边了哦 MA200哦 OK 看到吗 这个MA200这条黑线 啊 所以就难搞一点 他虽然现在已经是暂时是 站上这条 筹码风 POC啊 但是这个MA200呢 是在挡路 啊 我觉得他短期里面呢 也是一点难搞 除了MA200之外呢 MA60也是往下压 所以是有点难搞啦 虽然是虽然20是往上了啊 嗯 如果真的是要揭路的话呢 一定要等他突破这个MA200 才考虑呀 才考虑呀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有个筹码啦 站上去先啦 要站上去MA200 啊 虽然很大可能呢 也是会好像这样子 这样会被压下来 但是 最少是比现在好一点 所以MA200呢 是他的这个 啊 一个很好的指标 突破上去呢 可以考虑 没有突破呢 就不用考虑 啊 其实是这么简单 嗯 基本上呢 这个1月5月的话 他应该也要出这个 Quarter Report了 嗯 这支股呢 基本面是OK的哈 是不错的哈 嗯 但是股价呢 就好像没什么力 嗯 所以 但是我觉得长期 如果 OK 还是OK的 长期 如果是看技术分析的话 我就跟你讲了咯 M200 要站上去 M200 他才会有机会往上冲 呀 OK 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